为保障吉安乡南华村居民的安全 水利署地球河川局在110年度 赤字将近有6800万元 展开了木瓜溪华龙护岸 以及初一一号提段的河川环境改善工程 除了施作安全提防加强防汛机能 更兼顾河川生态景观 要提供民众良好的修气环境 而这项工程预计今年12月可以完工 华龙护岸是华联溪主要支流木瓜溪河段 原本是华联溪左岸还没有治理的切口 而且初阴提段没有防汛道路 水利署地球河川局110年度 执行了木瓜溪华龙护岸及初阴一号提段的 河川环境改善工程 将兴建华龙护岸还有初阴提段的环境景观 我们木瓜溪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营造 就是我们华龙跟初阴一号提防的一个环境营造 那华龙大概全场有1414公尺 那其中有目前来讲还有514公尺的一个缺口 那在我们的华龙在过去我们的一个观察当中 其实华龙它的高摊地其实慢慢已经稳定了 所以它具有在安全之后我们具有一个环境营造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做工程环境营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把在地的环境跟它的生态能够来做一个富裕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这个环境营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透过工程说明会我们采纳当地民众的一些意见 希望在环境营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做防汛的道路的改善 然后兼作为他们休闲散步或者是自行车等等 来做价值的一个利用跟使用 那整个工程的长度在华龙跟初音加起来大概有2300公尺左右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110年度执行了木瓜溪华龙护岸 其初音一号提段的河川环境改善工程 将新建华龙护岸还有初音提段的景观改善 而在工程师作中意外发现台湾原生种珍贵的火刺木 让这项工程再增加了生态保育还有景观维护功能 木瓜溪华龙护岸及初音一号提段的河川环境改善工程 总经费将近6800万 预计110年12月份可以完工 九合局表示除了施作安全提防加强防汛机能 更兼顾河川生态景观 要提供民众良好的秀气环境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